主席,各位同仁,各位長官,有請農委會主委,陳主委 主委好,我們剛才在回答的時候,我覺得有些地方要把它澄清 全順,他是一家公司,全順是他的公司名稱 他旗下有一些包裝謎,有很多的品牌 根據以前的舊法,某一個品牌出包,CAS就是只有撤銷那個品牌 我們現在變成是要修改法律 也就是說,某一個品牌,他公司旗下A品牌出包 如果情節嚴重,就可以撤銷其他的品牌的CAS 對 那麼,什麼叫做情節嚴重? 這個最重要是有欺騙消費者的現象 那這個由CAS,他有很多不同樣態的嚴重違規 哪幾個樣態?欺騙消費者還有什麼? 還有品質,他的品質有嚴重的影響 有差 比如像那個,我們第一例撤銷的就是上一次那個 端午節冷凍粽子的那一個廠商 那一個廠商,他販售的這一個產品,也不是CAS的產品 但是我們也是撤銷他所有CAS產品的這一個 就是說,他有蓄意為了保護消費者 跟CAS本身這一個商標的信譽 CAS協會,他會去做這樣子的這個處理 所以,情節重大就是由這剛才主委講的這幾個標準來 認定是否是情節重大嘛 是 所以很顯然品質有落差 對 那需要去欺騙消費者 是 那麼我們現在就是說 如果是像全順他以前是拿外國米來沖本國米的時候 那這不行嘛,要撤銷 對 那麼也要連帶去撤銷其他的品牌 那我現在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國內的米其實也有好壞 對不對 像我們國內的米 台灣所生產的米,像我們慈喪米 這個是我們有這個商標法有去申請這個 產地標章 產地標章 我們現在國內有可能變成說 你並不是這個慈喪米 然後拿別的米來冒充是慈喪米 或是說你並不是這個 我們 例如我們大甲 大甲溪 或是說佐水溪 該地區的米 你拿其他地區的米來標示為 我們該地區的米 那這樣 有沒有被撤銷 可不可以被撤銷 如果很明顯的可以查到這樣子的這個證明的話 那我們還是要以這個標示不實來做處分 標示不實 有沒有會不會撤銷CAS 也就是它是拿國內的米 只是說不是大甲溪的 來標示做大甲溪的 那如果它大甲溪的米標上池上 很清楚的 我們可以追查到它的差異跟來源的話 因為這個米 我們為什麼外國米跟國產米可以分那麼清楚 我們透過這個DNA的檢驗 外國米它的生長環境裡面不一樣 它有它特殊的 國內的呢 國內現在我們也建立了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比如說像最近的文旦 主委 我現在就是要問這個問題 你聽過葫蘆敦米沒有 葫蘆敦米聽過 聽過 你做小孩子的時候 這葫蘆敦米是我們在日本時代 天皇的指定用米 日本天皇 指出我們豐原那個葫蘆敦米 當時葫蘆敦米如果有保證這個 您研究 打葫蘆敦米這個地理標示權 銷到日本說標榜這是日本天皇指定用米 我們豐原地區的民眾 衣食無語 這是上昌給我們大甲西 所沖出來的一塊好地 但是我們沒有去重視這種地理標示權 到達什麼情況咧 我們拉拉山的水蜜桃 主委拉拉山水蜜桃很好吧 但是你知道拉拉山的水蜜桃在盛產的時候 它是拉拉山的水蜜桃 當拉拉山沒有生產水蜜桃的時候季節不適的時候 它到梨山去釣水蜜桃你知道嗎 它到梨山去釣水蜜桃也是標榜拉拉山水蜜桃 請問主委這樣我們如何建立這個地理標示權 甜度啊什麼都不一樣 我想在農產品的地理標示上面 我們也鼓勵各鄉鎮為單位 或者是縣市為單位 開始來進行這樣的工作 主委這不能只是輔導 這要強制的去協助 然後禁止 你只要是這個地區的謎 你才能夠這樣標示 其他地區的謎 你要標示你自己地區的名號 建立它自己地方的品牌 所以我們拉拉山的水蜜桃 將來不可以再去釣梨山的水蜜桃來混沖 它可以去釣但是它要講是梨山的 它可以去賣梨山的 我們沒有限制它不能賣梨山的 但是它不能夠混沖為 同樣是拉拉山的水蜜桃 這樣我們 該地的生育跟品質啊 是 我非常同意委員的這個說法 要不要做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跟消費者 你負責任的態度去告訴消費者 你買到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你像主委 我們雲林那個園長 園場的那個花生有沒有 滿重的 黑的 那個非常好 如果能夠把它打出它的地理標示權 我們 該鄉的農民靠這個就生活無語 所以我在這裡 我認為我們在這一個混裝米的事件上 我們做的還不夠 即使是國內的米混國內的米也不行 因為它牽涉到違反商品標示法的問題 也違反商標法 有可能違反商標法的問題 我想 國內的米 國外的米都一樣 就是要誠實標示 它並不是不可以混 但是要誠實標示 但是我們現在對於進口米跟國產米是 禁止 這個 來混和販售 現在要進一步 連國內也不能彼此混 這樣才能夠對消費者真實 確保它的品質 然後才能夠建立 這個地理標示權 是 否則呢 你像我們萬丹的紅豆非常好 對不對 我如果拿外地的紅豆來混沖萬丹的紅豆 那這樣萬丹紅豆的那個生育 就會受到影響 是的 那主委有沒有說 要積極的去推展這方面地理標示權 有 我們已經 在 東部地區啊 還有茶葉 茶葉在上一次 我們 就開始推動 現在有九個茶葉的地理標示 這樣才是 積極的一個做法 是 應該要擴極於所有的台灣的農產品 好 只要有生育品牌的 我們盡量來這裡協助 那麼第三個問題 糧商制度 剛才你有講過 現在七千張的執照 只有兩千張在使用 那您是準備要跟它匯除糧商的制度嗎 我想這個是考慮的方向之一 其實整個糧食管理的過程 從生產者開始 加工者一直到消費者中間 我們必須都要做一個很清楚的盤點 那糧商執照的管理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過去 大概二十年來 我們的 國內的 鈍售物價指數 上漲了百分之四十四 我們的白米的價格 才 上漲了百分之二十四 所以 在傳統的這個 糧食安全啊 戰備存在觀念裡面 你去種到 你宿命就是 你不可以好的 不可以賣高價 這個是要設法去調整的 在花冬的有機米 在去年 因為它產量非常好 而且它的這個品質也非常好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 有一個 糧價有一個 這一個限制 所以它的成本高 它就沒有辦法賣高的價格 這個是不公平的 我們一方面推動 你要去生產品質好的 但是一方面告訴你 這個價格不能太高 所以 這樣子會 未來 就是會反淘汰 所以你是為了要讓市場機制 反映在 這個 品質價格 價格上 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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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稻米 糧食它有糧食安全的問題 那你糧食安全如何去兼顧 我們工糧還是繼續在收購 我們每一個工糧 每一期的工糧的收購 足夠 做台灣糧食安全的保障 所以現在仰賴工糧就 本來工糧也就是這個功能 但是 在整個價格決定的部分 反而是去壓抑了好的這個生產 好的這個品質的米 它能夠繼續的成長的一個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前天我在這裡質詢經濟部部長 他說現在我們跟中國的EQFA的商品貿易談判 裡面產品有八千項在談 要降成零關稅 進口到台灣來 我問他說有沒有農產品 他說有 到底有沒有 八千項 產品裡面有沒有農產品 我想這個 整個 國際貿易的過程裡面 主委你簡單 有沒有 有我們有在檢討 有 多少項 現在還不曉得 我們還在檢討當中 為什麼 多少項是 檢討準備要變成零關稅的 多少項 我們跟紐西蘭也是這樣子檢討 我說我們跟中國 其實 有多少項 現在還沒有確定 確定有農產品 但是多少項不知道 對對對 無限量 不會啊 不會 不會 我們現在大概的原則就是說 我們大量進口的部分 比如說前一陣子玉米價格 上漲 我們的產業 就一直要求說 要從大陸 專案進口 我就一直不肯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其實是不對的 那對於 我們一天到晚要賣 農產品到大陸去 你不准專用 專案進口 對對對 你想要通案的把它開放 沒有啊 這專案都沒有了 我們不能夠用這種方式 來 來用我們的農產品 所以 要去做長遠 我們一天到晚 告訴中國大陸 要買我們的農產品 他們的計較就是說 你跟全世界都在買 為什麼不能跟我買 所以現在這八千項 農工產品裡面 大概多少項是農產品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一個 一個確定 有沒有八百三十項這麼多 沒有沒有 絕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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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禁止他進口的 有八百三十項左右 大概有多少項 你們準備要再 現在還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啦 你當農委會主委 你一定知道 你不跟我講而已 沒有沒有 現在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就是無限量 也不是這樣講 不過我想 對於這個 ECFA的貨品貿易談判這一塊 我們加入TPP 像我們跟紐西蘭的談判 紐西蘭是TPP的國家 我們簽了之後 那我們 相反的 我們到他那裡去的農產品 零關稅 對紐西蘭來講 影響是小 你一定要 聽我的話 先把台灣地理標示權 對 先建立以後 才再來進行 國際化 自由化 不然農民是會 慘兮兮 所以你事情有先後 你要先把萬丹的紅豆 把我們的 拉拉山的水蜜桃 等等這些地理標示權 建立以後 再來談判 開放 國際競爭 這樣有一個順序 我們那個像萬丹的紅豆 是我故鄉 我當然很珍惜 我故意講 但是我們 但是我們 我們每年消費的黃豆 是萬丹黃豆的 紅豆的好幾倍 我們消費掉的紅豆 是萬丹紅豆的好幾倍 我們進口非常多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這個 紅豆餅啊 紅豆湯圓啊 這些東西萬丹是不夠的 所以這些地理標章 突顯我們的價值 這一點是 非常正確的方向 突顯我們 但是 消費大眾所需要的 我們 國產的某一些特性的產品 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這一點 我想請 我們會一起來慎重的考慮 好 謝謝主委